非常宣布 妈 你整天往家煎这些破东西 你干什么呀 哎呀 我天天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情做 这剪几个瓶子呀 还可以没钱呢 我养不了你了嘛 你就在家好好逮着就行了 再说了 咱们现在这是得撑里住 不是得撑里 你说你前天往家剪这些跑玩意儿 你要是让人家看见了 多丢脸 我也不偷也不抢 就剪几个瓶子还钱 管他们怎么说呢 我刚整理好的 你怎么有脑传指根呀 赶紧给我剪起来 剪什么剪啊 剪 妈 你要是挨剪的话 你一定会趁人去剪吧 走 走 老公 老公,在嘛呢? 别跟我提,妈 整天往家里煎这些破烂 让我爸爸赶快弄成老家去了 到那边啊,哎呀怎么煎怎么煎 我烟不煎会净 老公 老公,我今天晚上待会加班 我到晚点回来 等你自己做点吃的吧 我先走了 路上慢点 嗯,好,知道了 老公,我回来了 不是,我说你 你这里也许多少钱了 半个多月了 天天加班 你们公司怎么那么忙呀 你怎么那么忙 我发现你整天的比老板还忙是吧 你看看我这天天都吃些什么呀 昨天,黄瓜蘸面酱 今天呢,鲜菜 你看这馒头,都好几天了 干嘛了 你不管我都死活了是吧 你吃点什么不行啊 又饿不死你啊 你 那 你这 晚上又要加班啊 对啊 你自己弄点吃的吧 走了 你等会儿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对啊 以前 妈在咱们家住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加班 哎,自从咱妈住了以后 你是天天都加班 你在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啊 你们待会儿到底怎么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老板让我加班 我能不加忙 哎呀,行了 你别管了 我走了 我会儿又来 你别管了 我会儿子 我给你带班 你跟着我 我给你带班 我给你带班 你带班 我给你带班 我给你带班 我来带班 你带班 我给你带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妈 我给你剥橘子吃 哎 甜不甜 你尝尝 甜吗 嗯 妈 你看 妈 今天的世界也不走了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等我明天再过来看你啊 好 那我就先走了妈 慢点啊 嗯 老公 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婆 你每天都说加班加班的 原来你是过来照顾咱妈了 老公 咱妈一个人住在这里多孤单呀 也没有个人陪她说话 你说咱妈年龄都这么大了 你怎么好意思把它给连出来呢 咱们做儿女的 不就是应该好好孝敬父母吗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我以前 做的真是太混蛋了 真不应该那么做 刚才 刚才 看见你和咱妈在那儿聊天 咱妈还挺高兴的 我也是 有时候吧 光为我自己想了 也没有替咱妈多考虑考虑 要不这样吧 老婆 咱们 把咱妈的结回城里吧 嗯 好 走 妈 走 再回家 回城里去住